南天小羊哥突出4月份业绩排名 第一名简直是降维碾压 让人望尘莫及 第六名 巧妹 月销售额4670万 离异独自抚养小孩的她 为了让孩子过上更好的生活 在小羊哥的鼓励下 从一名才艺主播 转型为带货主播 人气水涨船高 第五名 卓士林 月销售额5620万 拥有性感火辣的身材 以及高级又独特的长相 作用千万粉丝的她 被大家称为广东女神 第四名 陈毅礼 月销售额7200万 虽然陈毅礼 暂未拜师小羊哥 不算是狐狸 但是小羊哥已将她视为己出 首场直播 目函5000万 成为三只羊最大的一匹黑马 第三名 七老板 月销售额一亿家 家境殷实的她 不顾家人反对 义无反顾的加入三只羊 凭借近十年的美妆经验 不到半年就成为 三只羊的美妆大佬 短短半年就荣获 抖音美奢生活达人的称号 更是在上个月 卖出一个亿的惊人成绩 一度让小羊哥 怀疑自己的带货能力 比我卖都好 我还要卖个皮吗我卖 此时就有更多网友 呼吁她去单干 单干才是归宿啊 毕竟就连一线明星 都对七老板的 顾服之嘴连连称赞 小明哥说 我认识你之后 我买了一堆的顾服品 你们自己看 更是连小羊哥的一口大黄牙 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这牙子怎么白 你带我试一下呗 你那牙子怎么白 听到死话的小羊哥 立马走不住了 直接让七老板 拿出自己的秘密武器 没想到只是 简单的适用了一下 叫过直接惊呆众人 我今天用我的人格 给你保证这个产品 我如果不能把你从这样 变成这样 你直接把七老板三角拉黑 我跟大家讲 牙白真的非常重要 就是女孩 你五官长得再漂亮 你皮肤再白 你一笑 你再买点大黄牙 瞬间就很吓头 瞬间好感就没了 男生现在也有社交需求 你也不能一口大黄牙呀 如果你是 嚼槟榔 喝红酒 喝茶叶 喝咖啡 是一些有色东西导致的 我跟你讲 最好事 它里面的主要成分 就是木瓜蛋白霉 木瓜蛋白霉这个成分 把表面上 困积的厚天然的色素 给你去掉 然后再通过 小分子的水和归石 去给你打磨和抛光 不仅能及时性的摆 还能长久性的摆 我跟大家说 其实我俩都丑 都长得不漂亮 它比我美一点 但是你看 我们纯红齿白 是不是就显得 这个女孩挺干净 所以你们相信我 就是白牙给你带来的 感觉真的不一样 然后它额外添加 医生源 对于你口腔的 整体的一个清新环境 特别好 然后额外添加了 氨基酸的表活 可以直接代替 牙膏使用 不会对你的牙幼稚 什么的有任何伤害 这个我可不乱讲 白底黑色红张 我是法律责任的 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 具有除字增白效果 必须要安心 但优点是什么 比任何的美白精华 都快在牙齿这一块 正常它有两个方法 第一当急救 是涂在牙上 等个两三分钟 刷完你会感觉很白 如果不急救 正常刷的话 每天早晨只要三分钟 就OK了 你就可以见证 什么叫大白牙 你刷完牙 看到你的牙齿之后 你一定会坚持 你可以去试 我今天用我的人格 给你保证这个产品 它不是智商税 它是真的可以给你白的 就这个黑Smile 这一支是200多块钱 如果是就牛了 59块9一个 在美白的牙膏里面 它的价格到地板了 但是它的效果到天花板了 我自己一天在用 如果我不让你成为白月光 我都对不起 美妆博主这四个字 很多人都说 七老板和三志阳彼此成就 可七老板却说 没有彼此成就这一说 就是三志阳成就了 就是我师父成就了我 三志阳离了我 随便一个人都可以 但我离了三志阳 肯定就不是今天了